大家好 欢迎回来《芒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节有我许珊 另外还有我们的易得台阳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有一句话就是 牆内的人想走出去 牆外的人想走进来 我们看到N世纪前的童星 我们看着他大 他算不算坏呢 应该也不算 就是他唐宁 也看到他结婚 又生小孩 然后离婚 然后再一个人 就离开香港去了新西兰 然后他又拍很多视频 现在他还在新西兰生活 不过没有之前拍这么多视频就少了 但一直在他的视频里面 显示只有他一个 我觉得他略嫌孤单 有些人就说他在新西兰有条子 很多人都会这样估计的 不然的话 你来到又没有东西 那你靠什么 拍什么拍片 还是怎样 哎呀死定了 不知为什么 挺有趣的 他就觉得 或者摆出一个款 就说要移民去新西兰 所以就要留在新西兰 就是这样的意思 要移民的话 一定要留在那个地方的 对不对 也都最近期 甚至乎台湾 很多媒体就说 新西兰的一宗新闻 台也有这样说 近年来说 新西兰经济就相当之艰难 人工呢 有没有减减到呢 或者叫做 出手低了 还是怎样 等下台湾要去说 而且呢 亦都会拍摄一些超市的物价 可能拿起合 谷物那些 即是吃早餐的 给大家看 那你就这样看来 又不算叫做好大盒 但是他就告诉你 加多了一倍 可能五六年内 再加上利率方面的加息 一年里面 有成十几万人 成为了这种叫做经济难民 用一种这样的形容 就说我们要离开新西兰 是不是应该会 过去澳洲那边 银食比较多些呢 台湾 是的 一向都是这样的 当如果新西兰 那个经济差的时候 就会变得是 多了人去澳洲 澳洲始终 国家大 资源又丰富 而且对新西兰人来说 你不需要什么签证 就这样 拿一本护照 就飞过去澳洲 就可以在当地 找工作 居住的了 是很方便的 两国的关系 非常紧密的 同样道理 澳洲人来新西兰 也不需要 找什么签证 都不用 立刻可以 找个地方住 然后找工作 然后一路居住 都可以的 就不用搞什么移民 现在这种情况 是过往来都发生过的了 经济一差 就很多人走去澳洲 如果澳洲经济差 就很多人回来新西兰是这样的 看到这次 还说 有 131,000左右的朋友 离开了新西兰 澳洲又在其他地方 多数都去了澳洲 说 里面有一半 都是年轻人来的 当然了 你趁年轻人最好 找多两个钱 因为澳洲 找的钱 真的比新西兰 多一折 在澳洲 存钱又轻点 东西又便宜点 是比新西兰 所以容易存钱很多 而且 人工又比新西兰高一折 所以对年轻人来说 是很有吸引力的 所以我想问一下 对于算不算人到中年 唐宁 请问新西兰对有什么吸引力 你看到现在这个时候 即是他来的这段时间 就是正正 我看到的报道也是这样说的 即是说 疫情中后期 甚至乎 过后 物价攀升 就相当之多 例如 4、5年前 去超市 3、40元楼子 就购买 一个星期的 菜 即是菜、蛋、肉、杂、鱼 他说现在 要一块钱扭币才行 阿唐 你有没有这样的选择 我有的 我只是花钱 在买菜方面 但是比起上年 是多了很多很多 我是 心都寒了那种 但是没办法 没有选择 到处都是这么贵的 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吃少一点 便宜一点 所以唐宁是不是要拍少一些片 因为拍片成本都不便宜 你想想 又要买饭盒 即是当你去什么市集 买一下食物 又要去餐厅吃东西 可能又要 去那里玩 去那里玩 又要搭车 这些都是成本来的 是的 不过我见唐宁 他又好像不用做的 好像很有钱 半退休生活 而且 他都到处去 到处旅行 所以我就 不太明白了 我想他已经上了岸 也不一定了 不像我这么惨 还是他的前夫 给他的 善养费 足够呢 所以就可以在新西兰那里生活 但是你想想 善养费 如果你假设 你真的叫没有什么收入的话 那你又怎么维持呢 物价不断这样 那你不会再叫前夫 你加回善养费 那你又要有工作 在这个地方 那可能才叫 维持得到的生活 又好像不用做 那样的 那是不是这么厉害呢 生活成本 就是越加越高的话 那你始终 你会很难负荷 和可能你真的会变得 用少了 那你说 可以等 等经济环境好些 澳洲差 新西兰好的时候 那就可以叫 再回来 但是你在干等 难道不通 其实有什么那么吸引呢 我都不太明白 可能他真的很喜欢新西兰 那个风景 一般来说 每个人都是苦苦挣扎的 他又不用的 他又特别他条 我有时看到他 有时贴一些照片 我看到他最新贴的一幅照片 我一看就知道他去了哪 去了这个Rotarula Rotarula是一个旅游城市 整个城市都充满着硫黄味 都挺臭的 不过有很多温泉 可以给他浸 风景都挺漂亮的 他又这么有空 可以去那里玩 我都很羡慕他 刚才你也认识了 看那张照片的风景 就很优美 那里充满着硫黄味 就很臭 有臭就自己知道 这样的话 可能真的好看不好吃 那个是旅游城市 通常那些人都去浸温泉 有硫黄味 是很臭 很臭蛋 不过你一问惯了 就没事了 不过你这个时候 即九月份 都挺适合去旅行的 但一般来说 大家都要努力工作 希望在12月 聖诞节的时候才出去玩 但他可以随时去玩 就很开心了 他很难理解 一个这样的地方 为什么他还要继续 留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有些人 在那边工作的 那些台湾朋友 他都说的 最惨是什么呢 疫情过后 人工就完全没有加 之前扔下来市道 不要说不加 税就一样那么重 物价 然后又再增加了 你以为转工 工作机会又少了 还说现在在新西兰 真的很难找工作 你说要找一份满意 或者自己觉得 可以的工作 都不行 你说会不会你是 台湾来香港来才这样 不是 他说甚至乎这些 洋人 老外的朋友 都说不行 还说 有一个就在 新西兰都打滚了一段日子 他都说 见到有十几个朋友 已经说要转头 去墨尔本 就去顶一顶 才行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趁年轻就去澳洲 打工 找多两个钱 都差不多了 年纪大了些少了 50岁以上 反而会回到新西兰 有不少 这些本地人 都会有这样的安排 当然也有相当部分的人 以后就留在澳洲 因为始终澳洲 国力大很多 地方又够大 买楼又没有新西兰 这么便宜的 新西兰的楼贵很多 贵过澳洲一届 澳洲有不同城市 气候又温和一点 新西兰冬天 冬起来都是冬过雪条 尤其是南岛 是落雪的 但是澳洲大部分城市 气候都非常疑人 所以总体来说 无论从居住也好 生活也好 工作也好 澳洲都是 比起新西兰 是很一折的 因此你对新西兰的数字 就不是很漂亮 不是的 例如最低工资 就上涨了两个巴仙 两个巴仙 你再看你的通胀 又高了很多 是7.25 那你就落后了很多 没错 怎么办 你人工升得这么少 但你通胀加了这么多 哇 硬捧 你鼓着声吞了它 那不是怎么办 所以 尤其是这个原因 近这两三年 新西兰的治安 恶化了很多 是恶化了很多 但是连我居住附近 有一家市多 一个月里面 被人打叫过两次 可以是这么恶劣的 去到 我自己住这些区 治安已经算不是差了 都出现这样的情况 至于那些差点的区 当然是每晚开战一样 这样啊 唐龄要收起来防狼气 可能要到处避 不知为什么 有些人会想 是否他希望在新西兰得到身份之后 就可以再带一些小孩来 因为他有两个小孩 会不会接他们两个过来 我也明白 新西兰日后可能经济会好些 还是怎么样 但是你暂时 甚至乎你看到 那个情况 就像阿唐所说 不是的 久不久都会出现这些 新西兰的朋友 要过去澳洲那边找食 然后到年长才回来 请问唐龄你还留在这里做什么呢 他只是过神 退休生活 挺开心的啊 对啊 退休玩而已 他的生活就是这样 所以我很羡慕他的 他可以年纪轻轻 都中年了 差不多年纪了 我估计都是 四十多年那只 就已经可以过上退休生活 我是很羡慕的 还要是就这样拍片 就可以当作一种工作 这样 哦 这样 都是 得个限制 得个望制 那究竟做艺人 是不是叫做那么好运呢 好运到这个年纪 早几年前 他已经开始这么紧张的生活了 他已经在新西兰了两三年了 我真是佩服佩服 开心开心 因为你要想一下 你真的叫移民的话 你只要选一个地方 起码都见到 有将来的 这个其一 还有这么多人都想赶着要走 所以你看到那些人说 什么香港的 很多年轻人走了 很绝望的 这样走 如果拼一拼 那么新西兰夸张很多 当然啦 多很多 走的人真的是一大堆的 现在 新西兰有个问题就是 你请人都不容易请 因为 有起有力的人走了不少 那些才不妙 因为你计算一下 新西兰人人口是比香港少的 所以他走了十几万人 已经是一件很夸张的事 很厉害的 香港又走了多少呢 还有 香港有一帮人 走回来 有不少回来 其实有些人都知道 去过西方国家生活 去到英国生活过之后 看不太行 就静悄悄回来 例如真生活那类的 可能过去 不是太长时间 如果他高位放了一层楼 他现在回到香港 跌了一点 再进入可能都可以 同意 现在开始有减息 有些人 如果预计近来回来 香港再买回来 可能有得想 有减息 有数据可以去 争论一下 以及跌了一截 变相较早前 你去英国生活的那些 就不用 好像 拼了这么多出来 就当去一个 游场假期 对吧 或者当 买个教训 有时 你亲身去过一个地方 生活过 感受过 你都不知道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 就好像很多人 看到新西兰 风景如画 空气 污染极低 周围都绿草如荫 但其实这个国家 都很多毛病 很多人都是苦苦挣扎 否则怎么会那么多人 走 去澳洲找东西 澳洲始终有一个先天优势 就是澳洲有矿 有矿业 有森林 有很多这些 天然资源 所以 差异都是有个泡 但是新西兰的 天然资源 就 没有那么丰富了 记住了 大家不要说 我看到新西兰的 苹果很好吃 或者可能看到 牛油果很好吃 或者看到 那些奶类产品 又很好吃 或者看到这些 真的好漂亮 我都很想搬过去住 来住可能又是另一回事 开卡 当然了 完全不一样 如果是人到中年 有没有关系 来到新西兰 是挺难纳烛的事 因为我在这儿读书 所以又在这儿找东西 才叫做 还可以捱得备 人到中年来到这儿 我是想象不到 可以怎样生活 除非 你有一大块钱 很有钱的 来这儿可以 玩一下 自己想做 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可以自己开餐馆 什么都好 这是不同的说法 如果上来这儿 想着 找工作 生活 然后就过了下半世 而且你又是中年 又不是很有积蓄的话 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因为我们看到 唐宁 不要介意说一句 他住的环境 就好像比较屈质 如果对比我看到台阳的大宅 我想 跟你的宅房差不多大 为什么 好像这样 不知道 可能 他住的区是漂亮的 因为我看 我从他有一次的视频 拍过出窗外 我大约都猜到 他住哪一区 那个区是漂亮的 是 那这儿一回事 如果真的他很搭水 那当然是 弄一间大屋住 那些 就像周海梅以前那些 那些 哇 多大间屋 是不是 或者好像蔡少芬 那时候在上海 还是杭州那间 那些 那么大间 才是 内地的大臭 很便宜的 相对来说 很多人都买得起的 不过 如果北京上海 那些可能真的贵一点 那回来 如果这样的话 你住的环境 又不见得你好什么 那接着又说要拍片 又说要赚钱 还是怎样的 那你说得出这些说话 似乎都是想找一下钱的 那现在可能就 不是怎么找到 不知道是不是有人 养一下他 还是怎样的 那如果不用 太辛苦 也是OK的 那只不过 这个地方 那个前途问题 还有是不是 那么适合移民过去 发展 这个就真的要敬请小心 适合退休 我觉得他是过半退休生活的 我不觉得他是想想在这儿 赚钱还是什么的 你看他的拍片都不是很密 所以他是 挺疏干的 挺爽的 他的这样的生活法 他之前就说 今年又不知道 和哪些团队合作 在新西兰会拍 类似 是网剧还是怎样的 10月了 一集都没见到 没有啊 网上有 没有啊 我已经等了很久了 我以为有嘛 这个电台也没有找他 是啊 电台也没有 好了 那我们今次 真的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